居家过小年吃出仪式感 沈阳圣经家宴送埋农农年味 沈阳1月25日店 葱烧鲤鱼 鸭腰烧口馍 芹菜炒牛肉 排骨炖白菜 蒸饺 锅包肉 1月25日 农历腊月23 是北方的小年 当晚 沈阳市民刘先生家的餐桌被美食填满 一家人在小年夜吃出了满满的仪式感 据了解 为丰富春节期间市民生活 满足餐饮需求 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营造线上节日消费氛围 由沈阳市网信办 沈阳市商务局指导 由沈阳市互联网发展联合会 沈阳市饮食文化研究会 共同承办的2022圣经家宴线上推广活动 此间正在举行 本次活动以疫情期间 家庭聚餐需求为立足点 旨在通过线上线下严动的模式 满足市民节日期间餐饮需求 活动期间 沈阳市互联网发展联合会 沈阳市饮食文化研究会等行业协会 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作用 组织推出有外卖资质 有品牌 有信誉的9个地区 400余家餐饮企业名单 为市民提供品类更丰富 价格更亲民 配送方式更多样的各类半成品 成品春节和家欢团圆饭套餐 市民购买年夜饭套餐 可选择到店自提 预约送上门等方式 避免了人群聚集产生的风险隐患 与2021年相比 今年盛京家宴的商家数量 比去年增加了近三倍 沈阳市饮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马肖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2年还增加了特色菜和年货礼和商家 在商家数量上占三分之一以上 马肖说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圣经家宴小程序 通过自动生成海报 一键拨号功能 商家可以在他们的客户群 和朋友圈等私欲流量中宣传展示 生成的带二维码的海报 极有主打菜品照片 又有店名 地址和联系电话 简单明了 一目了然 从小年到正月十五 我们店的餐都订满了 老边饺子馆总经理王鹏如是说 据悉 部分老字号餐饮企业 推出各类年夜饭套餐 均由大厨团队专门研制 品种丰富 有热菜 冷菜 点心 酱料 砂锅 火锅等种类 年夜饭套餐搭配精心 选择餐厅内最受青睐 点单率最高的爆款 急于一盒之中 食材鲜鲜 吃起来更健康也更安全 王后元餐饮集团运营总监张乃芳对记者说 圣经家宴推出后 让更多人认识了王后元 订单量也明显上升 目前最受市民欢迎的是888元年夜饭套餐 圣经家宴运用网络线上点单 线下配送的方式 为老字号餐饮企业 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也让市民在家就可以吃到美味 放心的年夜饭 据了解 还有餐饮企业线上线下 同步推出各类促销活动 并联动平台优质商家 为市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年夜饭到家服务 年夜饭套餐购买渠道丰富 餐饮企业线下门店均有销售 部分企业总店还将推出定制款套餐 线上渠道基本打通 市民可通过圣经家宴小程序下单送货到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